桃園新屋亚洲保龄球馆发生大火出现爆燃 六名消防人员殉职现在要查有无人为疏失 新竹市查验市售植物油发现致癌重金属壳 但食药署表示都在正常范围没有违规 云家家三首长今天呼吁农委会防疫层级太低 中央应该将防疫工作提到国安层级 还有伊斯兰国要求日本政府72个小时支付2亿美元 否则将处决2名日本人质 官方晚安欢迎收看今天1月20号的公示晚间新闻 桃園新屋位在中心北路上的亚洲保龄球馆 今天凌晨2点钟突然发生了大火 车房人员接获通报之后前往抢救 虽然救出两位受困的民众 不过没想到在火场在快要三点的时候 出现了爆燃现象 有6名消防人员来不及逃出不幸殉职 男眼悲痛心情哭喊着要儿子赶快回来 发生在20号凌晨桃園新屋的保龄球馆火警 不幸带走6位消防弟兄生命 家属在下午2点45分抵达现场招魂 哭得气不成声 跟着法师送经 家属们怎么样也没想到六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离去 非常年轻 他们都非常勇敢 我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加强有关消防的这些设施之类的 能希望年轻的弟兄不要再牺牲 行政院长毛智国 聂政部长陈威仁和桃源市长郑文灿 纷纷在下午前往灵堂置疑 牺牺牲几位打火兄弟 而且都是很年轻的 我们真的非常的悲痛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在 在这个救灾过程里面 我们也希望就是从中间吸取一些经验 这个保龄球馆的违建的行程 以及为什么当时没有自行拆除 以及违规营业的面积扩大等等 这些问题也要做一个彻底调查 那查明是否有行政为师 这一场火仅发生在凌晨两点 当时松松大火直冲天际 消防人员派出34辆车前往救援 救出两位民众 原本火是在2点29分已经控制 却没想到将近3点时 火场发生爆燃现象 铁皮坍塌 让6名还在污蔑的消防弟兄因此罹难 它应该是一个连结性的部分 有产生爆燃温度高 才会产生整个坍塌的情形 目前起火原因还在持续调查 而市长郑文灿向外界保证 会尽快查明是否有行政缺失 要给消防弟兄们一个交代 记者藤原邻国黄陈保罗 桃园报道 桃园新屋的这场大火呢 造成了6名年轻的消防人员罹难 消防局研判是在撤离火场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爆燃 不过现在呢 外界都在质疑 不幸殉职的消防员都不满30岁 有人甚至呢毕业没多久 那么为什么呢会让消防菜鸟冲第一线 另外呢发生火警的保龄球馆 有部分是违建 却在去年的7月份时通过了安建 有没有涉及人为疏失 都要全面检讨 英勇救人的消防员却遭到无情大火吞噬 新屋区的保龄球馆火灾 有6名消防员不幸罹难 看到遗体被抬出来时 一同打火的弟兄难过的跪地哀悼 现场气氛低迷 究竟意外怎么发生的 消防局初步调查 是火场撤离时突然爆燃 导致消防员逃生不及 火场里的闪燃和爆燃现象 经常成为可怕的消防杀手 其中闪燃一般是在起火的密闭空间 大量的火焰燃烧 温度飙升到500度 会引燃现场的可燃物 变成一片火海 而爆燃是指在通风不良的密闭空间 氧气量低于燃烧范围 在新鲜空气突然引入时 引发爆炸 遇到这样的致命危机 有时候连资深消防员都可能反应不及 更何况在火灾丧生的6位消防员 平均年龄不到30岁 还有人毕业没多久 甚至有网友爆料 消防员在火场要撤退时 水线跟着停水 也质疑指挥官吊派不力 让菜鸟冲上第一线 资深的消防员也感叹 是消防基层长期人力不足 加上额外勤务多 训练少 让经验传承上也出现断层 现在的年轻人就算你受了训练之后 他不敢进火场的情况之下 或者是他经验不足的情况之下 或者是在紧张的状况之下 他还是没办法做判断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训练也还不足以 可以应付到各种的状态 从空拍角度看 失火的球馆几乎都是铁皮构造建筑 这栋建物只有一楼的游泳池是合法登记 虽然去年7月24号才通过消防安检 但却是最典型的违规使用 消防是负责消防安全警报跟魅惑的设备 那至于其他的违规使用的情形 那这个就不是我消防局这个权者掌管的范围 消防单位只负责消防设备的安全检查 建物合不合法则归公务局管 让业者找到机会以合法掩护非法 现在闹出人命 郑温灿则说正话 该拆就拆该罚就罚 未来将针对全桃园市涉及公共使用的违建 全面猜除 一场大火带走消防英雄的生命 也再度消除消防制度缺陷 以及违建公安的老问题 有没有人为疏失的责任 政府得一一清查 介绍印磊齐城保罗桃团原报道 好继续要来看的是呢 我们的油品安全又出了问题了吗 新竹市政府呢 日前抽验呢 市售六大品牌七款的植物油 结果发现全部都验出了致癌重金属个 含量超出了自然背景值的十倍 其中有六款还验出了反式脂肪 跟包装标示完全不符合 他们要求业者要下架回收 不过呢 中央的食药署今天表示 新竹市验出的数值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所以没有违规 将一罐罐的食用油摆在桌上 这些油都被检测出有重金属个 日前新竹市政府查验市售六大品牌 结果发现台糖烤酥油 福寿特级耐炸油 福帽顶级烹调油 大成纯炸油等七款植物油 验出各含量分别为0.03到0.04ppm之间 高出自然背景值十倍 其中六款还验出反式脂肪与包装标示不符 在自油的过程中把它轻化了 所以造成反式脂肪都超高 建筑市府表示 新竹市九成五的餐厅夜市业者都使用这七款油 已经通报卫福部 并呼吁各地卫生局通令业者下架回收 每天多下一些微量的三架的个 来当做代血所吸 那可是万一我们植物油里面含的是六架的个 可能会伤肝可能会伤肾 但20号下午 生药署举行记者会表示 目前台湾欧美等国家都没有订定食用油的各含量标准 因为各本来就存在于环境中 根据美国卫生部2012年的相关调查 各平均含量介于0.02到0.52ppm之间 从新竹市这一次验出最高为0.04ppm来看 仍属于正常背景值范围内 并没有违规 用总量去看的时候呢 其实也不能够完全去反映到它的一个毒性了 面对新竹市府的指控 多家植物油业者都气愤的表示 新竹市卫生局没有将相关法令先搞清楚 也没有跟业者求证过 就直接对外公布 如果真的是乌龙 伤害已经造成 而植物油公会也指出 按现行法规 植物油为非氢化产品 反式脂肪可标示为0 并没有标示不实的问题 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呢 各界瞩目的顶星黑心油案呢 彰化法院今天第一次进入了实质审理的程序 四名的在押被告包括了顶星前负责人魏映冲 还有呢 前总经理常梅峰 以及呢 董事长陈茂佳 以及呢 越南大幸福公司的负责人杨正义等人 都一起出庭应讯 在法警戒户下 顶星前负责人魏映冲低调进入法庭 顶星黑心油案 20号首都召开何议庭 四名在押的被告同时出庭 顶星黑心油案正式进入审理程序 一共有提讯以及传讯六位被告 包括被告魏映冲等人 那另外有这个要交付结问三位证人 另外顶星前代理董事长陈茂佳 前总经理常梅峰 越南大幸福游场的负责人杨正义 通通出庭 为了让审理的过程公开透明 彰化法院还在三楼的礼堂 架设两具大萤幕和庭内连线 让民众旁听 过程当中 领星代理董事长陈茂佳以证人的身份出庭 全力替魏映冲护航 集团的部分能够做的政策上的指示 魏映冲先生会去做 那其他各个公司应该要负责的执行的事项 那确实就是由总经理的部分来做说明 陈茂佳在法庭表示 魏映冲只负责政策以及大方向的指示 不会管到采购细节 也曾经只是做作员管理 并没有不法 陈茂佳还表示 越南熬油厂所制的猪油 除了销给大幸福 也直接卖给当地的传统市场 熬制后的油破 当地民众都当成点心 并没有发现不能够作为食用油的状况 魏映冲的委任律师也表示 将再度地状利拼交保 国家标准并没有做任何的一个规定 所以既然是健康的株子 它本来做出来的那个株子 就是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可以做饲料 一个部分是可以做工人使用的 强调加权力护航 其他被告对于混油案也都不认罪 未来在法庭上还将上演多次的攻防 而在禽流感疫情的方面 屏东大武山牧场是第一个 在这个月9号就被确认感染了禽流感 并且进行了扑杀消毒 不过没想到这家公司的另外两处 弹机场还有土机场 昨天也被验出 土机感染了H5N8的病毒 而弹机呈现了H5的阳性反应 而这两场合计 总共有22万只的机遭到传染 必须扑杀 屏东县政府雇佣的工人 一早就穿上隔离衣 准备再进行扑杀作业 因为大武山牧场又被验出禽流感 这次是另外两处的弹机场和土机场 外围环境消毒以后 国军也投入协助 不过大武山牧场是自动化养机场 人员得进入密闭室内空间 再把昏死的机从笼子抓出来 两场总共22万只机 政府伪估每天动员100人 至少要三天才能铺杀完毕 大武山牧场在9号第一次被验出H5N2禽流感 当时铺杀12万只弹机 并且已经进行消毒 没想到14号再验出另外两场 昨天再度确认被感染 之前检验是属于阴性的 是没有这个病毒的 后来我们在进一步再去抽烟的时候 有送到黄简津那边去抽烟 那检验报告也是在昨天才出炉 县府不排除是人车移动造成传染 但必须再厘清 而业者前后总计有34万只机被扑杀 是这波禽流感中损失最惨重的饲养场 记者王介春雪真俊 屏东报道 好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疫情 云家家三首长今天举行记者会 呼吁中央政府农委会主导的防疫层级太低了 他们认为中央应该要将防疫的工作 提升到了国安层级 甚至成立防疫部队来控制疫情 禽流感疫情越来越严重 农委会宣布从今天起 全台湾的水禽场、屠宰场、批发市场 必须连续三天扩大消毒 希望控制疫情蔓延的速度 另外由于扑杀消毒工作繁重 地方政府资源有限 人力相当吃紧 今天早上 云林县长李静勇 嘉义县长张花冠 还有嘉义市副市长侯重文 特地在民雄火车站前的鹅肉街 召开联合记者会 呼吁中央提升防疫工作层级 并且提高扑杀勤场的补助比例 以云林为例 目前已经通报159场 可是地方政府的人力 一天只能扑杀3万只 还有20万只等着处理 地方政府的困境 需要中央出手帮忙 从移动管制 扑杀、禁载到扩大消毒 防疫工作虽然没有停过 可是疫情却似乎控制不下来 而防疫人力与资源 也显得捉襟见肘 看来无论是中央或地方 的确有必要重新审视 控制疫情的相关措施 记者李慧宜 陈显坤、蒋龙翔综合报道 台北资讯园区BOT案 因为遭到外界质疑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登报 要台北市政府在48小时之内 公开契约内容 还鸿海清白 而今天 柯文哲则是拉高了分贝 直接呛瞎 他强调选举没有拿过鸿海的钱 没有欠鸿海 所以一切是公事公办 不过鸿海今天则是以 简短的声明稿回应表示 近代台北市政府公开回应资料 一切按照法律程序 北市府杠上鸿海集团 台北资讯园区BOT案 被外界质疑 权力经过低 有涂力之嫌 鸿海大动作登报 要求北市府限时48小时 公开契约内容也马上停工 不过此举也惹恼柯文哲 不只通逼财团太嚣张 更不客气呛下郭台铭 柯文哲强调 我这选举又没有拿过你的钱 我没有欠你的 公事公办 柯文哲强调 北市府不接受财团威胁 决至鸿海仁坚持 要近代市府公开回应资料 至于远雄大巨蛋的争议 柯市府也拟好备案 这两天会和远雄见面 但包括工程延档的罚款 也要一起谈 北市府20号也公布 连政委员会名单 除了当然成员政府市长 和阵风处法务局 还有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前经委马以工 市议员杨诗秋 作家冯光远 边岸律师郑文龙 教授顾中华 经济学者林向凯 和律师袁秀慧 并且开放六个名额征选 包括鸿海三创案 和大巨蛋案 柯文哲都说 交连政委员会处理 预计农历年后会 正式上路 马总统的首任 行政院长刘兆旋 今天出书了 记录过去施政的 心路历程 也对于如今的政局 提出了他的看法 像是对于国民党 九合一的败选 马总统辞掉 国民党主席 刘兆旋今天说 马英九虽然处于 比较低潮的状况 不过还是期许 他在任期之内 还是要能够有所作为 至于新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刘兆旋 则是希望他能够大破大力 带领国民党走出低潮 因为八八风灾 请辞下台的 前行政院长刘兆旋 出新书 记录施政478天的 心路历程 前副总统肖万长 亲自出席 新书发表会 肯定刘兆旋 过去的贡献 而任内起草 推动ECFA的刘兆旋 被问到 对于立院审查 服贸 先入僵局的看法 刘兆旋还是认为 ECFA带给两岸和平 且持续发展的机会 也让台湾在很多方面 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但在行政院长任内 曾说过 ECFA是经济议题 无设政治的刘兆旋坦言 因为政治牵动 让ECFA变得复杂 政府需要和民意多沟通 非常复杂 很多是政治上面的一些 牵动造成的结果 我想不是我两三句话 可以讲得清楚的 当然没有一个政策 是完美的 在这样子的一个 利大于弊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 我们怎么样让民意的沟通 各方面能够做得更好的话 我觉得还是大有可为 媒体关注近来马政府 民调低迷 身为马政府首任 隔魁的刘兆旋怎么看 我想这个起起落落 总统虽然现在是 出于一个比较低潮 但是他还是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我相信总统一定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 刘兆旋也被媒体问到 对于新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建议 刘兆旋认为全国民众都希望各个政党越来越好 才能有竞争正面发展 所以他期许朱立伦能大波大力 带领国民党走出低潮 记者张志雄 陈信龙台北报道 台中清泉岗机场 昨天下午发生了枪战 张姓男子载着女儿骑机车到了航空站 因为没有戴安全帽 遭到远警盘查 结果竟然跟远警发生了扭打 抢夺配枪 还跟警方发生了枪战 最后嫌犯重担送医不治 家属责疑警方是否是执法过当 不过警方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患有躁愈症 当时整个情况远警没有舒适 穿着风衣的45岁嫌犯张昆明 抢到远警的配枪后 与警方发生激烈强战 最后张昆明身中四枪 当场遭警方击毙 这场警匪枪战还迫及无辜民众 一共造成一时两伤 目前民众回想当时状况 仍然心有余悸 警方调查张昆明患有躁愈症 19日下午骑机车站着小室的女儿 经过清泉钢机场 因为未戴安全帽被航警拦查 没想到双方却发生肢体冲突 进而发生枪战 对于警方的说法 家属仍有质疑 认为张南只是违规 远警是否有必要掏枪 另外远警当时是否有言语上的刺激 才会导致张南失控 希望检方能查明真相 警方曾认为 会发生这起枪战 远警并无疏失 这个不是远警的疏失 因为我们康健的远警 他枪掉在两个在产生扭打 就是扭打 然后他枪掉地上 那我们康健远警要去把枪赶快把它捡回来 结果这个张显就把我们这个康健的远警把它推走 把它推走然后把那个枪抢走 目睹通途强占的张贤小女儿 得知父亲过世消息仍然相当坚强 警方当天立即通知学校和社工照顾 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则表示 将会介入辅导 就心灵创伤和生活经济两方面给予协助 记者 邱紫培 彭幻群 台中报导 伊斯兰国今天再度公布网络影片 这次被绑架的人质是两名日本人 伊斯兰国要求日本政府在72个小时之内支付2亿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63亿元的赎金 否则将处决这两名日本人质 从影片上可以看到这两名日本人质 穿着橘色球衣跪在地上 其中一个人疑似是在去年8月的时候 遭到绑架的军火商汤川摇菜 另外一个人则是知名的自由撰稿记者 后腾健二 正站在两人背后的蒙面伊斯兰国成员 表示这项讯息是要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他并且批评日本政府资助西方国家 攻击伊斯兰国 不过其实根据了解 日本政府在人质被绑之后 曾经多方努力营救 不过如今日本政府强调 绝对不会接受恐怖分子的威胁 马里连续发生恐怖攻击 比利时也破获了恐怖攻击的阴谋 而这些事件凸显出了 曾经到叙利亚等国受训的外国圣战士 已经大量返回了欧洲 造成安全的威胁 而这项警讯也成为欧盟外长会议上的焦点 欧盟19号的外长会 28国代表讨论各种反恐方案 作为下个月12号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反恐高峰会参考 会中讨论到建立一个欧洲驻外安全干员的网络 欧盟外交政策最高代表莫格里尼也强调 除了欧盟之间加强反恐合作 更要跟穆斯林国家结盟打击恐怖主义 阿拉比国家联盟秘书长阿拉比也出席了这场会议 并且跟莫格里尼会面 双方签署共同打击极端主义的了解备忘录 根据欧洲刑警组织估计 已经有至少2500名激进派圣战士 从叙利亚 伊拉克等地区受训之后回到欧洲 他们组织松散难以追踪 形成911之后最严重的安全威胁 欧洲刑警组织已经特别加强网络反恐 追踪极端分子的资金跟武器流向 更重要的是未来可能发动的攻击计划 记者是卫中报道 另外不满政府的修宪方向 燕门什叶派的激进团体青年运动民兵 不仅绑架了修宪官员 跟在总统府附近跟政府军爆发了激战 造成多人死伤 而青年运动民兵甚至一度攻占了官方的电视台 企图要发动政变 叶门首都沙纳的山头 19号传出爆炸声响 总统府周围也被协业派经济组织 青年运动的民兵包围 双方在沙纳周边爆发激战 青年运动组织更占领了国家通讯社与电视台 企图发动政变 冲突中至少造成9人死亡 另外20多人受伤 就连救护车驾驶受访时 后方还不时传出枪响 接近的青年运动组织 与盖达恐怖组织关系密切 盖达组织在叶门的分支 上周也坦诚犯下了巴黎查理周刊的血型恐怖攻击 青年组织去年9月攻占首都后 就是叶门目前最强悍的宗教政治力量 因为不满政府修宪 要将全国划分为六个行政区 跟他们坚持分成南北两区 并要求取得北区控制权的主张不同 17号宣布退出修宪会议 并绑架总统府修宪负责人莫巴拉克 更在19号对总统府卫队发动攻击 总统哈迪的车队离开总统府时 也遭遇民兵开火 索性哈迪逃过一劫 哈迪随即与青年运动展开停火协商 双方19号下午4点宣布在首都沙纳停火 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叶门 长期是恐怖主义温床 查理周看攻击后 欧盟将跟阿拉伯国家启动反恐计划 而叶门就是双方将合作打击的重点国家 记者就任亲报道 阿根廷司法部门负责调查1994年 犹太中心爆炸案的联邦检察官尼斯曼 就在准备向国会听证会进行案情报告的前一天 突然传出他沉湿在家中的浴室里面 由于在上个礼拜三呢 尼斯曼公布的300页的调查报告当中 指出呢 总统费南德兹 为了跟伊朗达成缘由协定 企图掩盖伊朗恐怖分子涉案的罪行 所以如今他的猝死 也撼动了阿根廷政坛 在官方公布警方的验尸报告 指联邦检察官尼斯曼之死 没有他杀的可能性之后 首都布印诺斯埃利斯的国会大厦 以及总统府前都聚集了大批的示威群众 还有人举责费南德兹谋杀 以及我是尼斯曼的标语 表达他们对政府的强烈不信任 现年51岁的联邦检察官尼斯曼 10年前被指派调查 1994年夺走85条人命的犹太中心爆炸案 但就在他前往国会参加听证会作证的前一天 被发现沉湿在家中浴室里 死因是头部中弹 身旁有一把22口径手枪和弹壳 而日前尼斯曼对外公布的300页报告书 直指总统费南德兹 以及外交部长等官员 为了和伊朗达成原油协定 企图掩盖伊朗恐怖分子涉案的罪行 尼斯曼身边亲近的人士指出 尼斯曼生前就曾担心 他对当局的指控恐将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 尼斯曼之死不仅让反对阵营 逮到了把柄攻击费南德兹政府 犹太社区领袖也对当局的作为产生质疑 阿根廷境内的犹太裔人口达25万人 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犹太社区 对于这种种指控 费南德兹19号晚间截止 都为对外发表任何评论 但上个星期针对尼斯曼的指控 政府官员的回应则是荒谬可笑 记者王后文这里报道 2015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 这个礼拜在瑞士登场 而面对全球贫富差距恶化的现象 英国的乐师会打算借着这次主持的机会 呼吁富有国家要改善财富分配 落实公平正义 根据乐师会的估计 到2016年 这1%最富有的人 掌握的财富就会达到全球的一半以上 如果再加上跟在后面的19% 全球最有钱的两成人口 拥有的财富就超过94% 而其余80%的穷人和中产阶级 也就是包括你我这样的上班族 拥有的财富只占5.5% 这样的状况和趋势 从贫穷的非洲大陆 到富裕的欧美工业化国家都一样 这其中的关键 就是越有钱的人 越有办法逃税 也越有能力透过政治献金等手段 阻止政府修法 让比较有钱的人缴更多的税 这也将强化权贵世袭 阻止阶级流动 国际货币基金 IMF等组织也曾表示 所得分配不均 长期而言对经济发展有害 因此乐视会打算在世界经济论坛期间 强力呼吁有关国家政府 除了改革税制 减轻劳工税负 并加重资本利得税 还必须增加免费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投资 例行不分性别 同工同酬的制度 保障弱势族群的所得 才能落实公平正义 不过这样的呼声 也是必引发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反弹 记者徐佳仁报道 中国政府今天公布 2014年的经济成长率是7.4% 而这个数字不止没有达到 去年预估的7.5% 甚至还创下了24年来的新低 显示出中国的经济成长 已经开始变慢 初步核算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63万6463亿元 按科技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7.4% 中国2014年的经济成长率公布了 但数字却不太漂亮 一整年只成长7.4% 不但没有达到去年官方预计的7.5%目标 跟2013年相比还少了0.3% 过去几年依靠大型房地产跟公共建设 中国经济成长相当迅速 但过度开发的结果 中国人内需消费量达到饱和 住宅价格下滑 不动产投资低迷 导致相关的建材行业也不振 让中国2014年的经济表现不如预期 创下24年来的新低 这缓步成长的情况 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对中国经济成长预估 从原本的7.1%下修到6.8% IMF也预估 中国明显的经济发展减速 将可能在2015年 影响到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 记者陈诗彤报道 外星人究竟存不存在呢 美国官方呢 现在公布一万两千多起的 优服不明飞行物的调查报告 提供各界上网查询 不过呢 其中的701件到目前为止 还是成名 没有合理解释 196年世界博览会上空 飘在空中的圆圈 会是优服吗 其实这是美国空军 刚在网路上公布的13万页 优服调查报告中 某个小小的案例罢了 自从1947年 有人在美国西墨西哥州 罗斯威尔市 看到飞碟坠毁事件以来 美国空军总共调查了 一万两千六百一十八件 优服募集事件 其中多数谜团都已解开 包括世博会这张照片 被解决为照片冲洗出现的瑕疵 不过仍有701件目击事件 调查报告并没有提出合理交代 这也给了描述外星人 入侵地球的科幻片 更多想象空间 美国空军对优服的调查 早在1969年便结束 经过优服迷多次提出要求 这些机密档案终于公众于世 其中是否有隐瞒 结论是否合理 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上网浏览研究一番 继续镜头回到国内 我们要来看的是南投普里 今天凌晨也发生了大火 窝在市区的一家火锅店 突然发生大火 由于店内都是可燃物品 火事是一发不可收拾 就连旁边的四间店面也被波及 消防人员花了两个多小时 才把火事给控制住 不过在抢救的过程当中 也造成了一名消防人员 呛伤送医 火石突破整个建筑 将夜空整个照亮 消防人员赶紧拉起水线 赶紧洒水降温 虽然集中力道 从建筑的上方洒水 不过还是难以控制火事 就怕火事继续延烧 消防队员出动破坏器材 因为整条商店街都是铁皮夹盖 外层被铁卷门封住 就怕里头持续闷烧 消防员持续锯开铁门 它只是延绕 我们从这边把它阻断而已 这边烧烈啊 这边没有 这边一点点 把火灯 警消破门之后进屋搜救 索性被波及的铁皮店面 没有人受困 事情发生在20号凌晨3点多 南投埔里的人爱路上 一间火锅店窜出大火 由于里头装潢都是易燃物 烟烧相当快速 周边四间联动的铁皮屋 也被波及 消防人员说 光是破坏又厚又重的铁门 就是一大难题 铁皮家盖这个现场 那易燃材料装修 所以抢救非常的困难 消防人员表示 索性当时不是营业时间 除了一名消防员在过程中 呛伤送医 其余没有人伤亡 只是这场火警出动了 50多名的警疫销 历经两个多小时 才把火势控制 其后原因还要进一步厘清 记得林建生 赖士杰 南投报道 昨天我们报导过 有一群极限运动玩家 他们以绳索攀降的方式 清除太鲁阁国家公园 清水断崖的大量垃圾 不过没想到呢 有些垃圾是没有寄出的邮件 而经过调查之后 原来呢 是一名花莲邮局的邮差所为 他说他至少丢了三年 目前呢 这名邮差已经被停职 也将面临刑事责任 为了清除清水 淡癌上的垃圾 十多位极限运动的好手 必须冒着生命危险 花了八个小时 架绳索在悬崖峭壁上 清除了三百多公斤的垃圾 而这些垃圾 除了花莲县长和立委 音质的农民例外 其他都是没有拆封过的文件 现场参与清运垃圾的 志工怀疑 这根本就是被邮差 而已丢包 面对外界质疑 花莲邮局展开调查 已游追人发现 一位43岁的侯姓游误士 因即发信件太慢 履造劝戒 信心不满 才会将大量邮件 丢弃清水淡癌 他平常比较纯末 那投递的效率是比较慢一点 针对这个事情 首先我代表我们花莲邮局 向相关的收集件人 来表达我们最高的一个歉意 但鞠躬道歉 并无法逃避刑事责任 中华邮政目前已将该邮务室停职 并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而后信邮务室到案后坦诚不讳 并表示这样的丢弃邮件行为 已长达三年 且都没有人发现 地检署强调 依照邮政法民众要是有信件被丢弃 因此造成损失 可向花莲邮局提出损害赔偿 而侯信邮务室的行为 除了会判处59天拘役 和9万元以下罚金 要是涉及侵占现金 或是偷取其他的邮价邮件 还是会有其他的刑事责任 记者温家凯 花莲报道 今天凌晨桃园新屋保龄球馆大火 造成了六名消防队员殉职 而这六名殉职的消防队员 都非常年轻 年龄最大的只有29岁 最小的21岁而已 其中有安分队的陈凤翔 上个月底老婆才刚生下了第二胎 小儿子还没有满月 就失去了父亲 白发人送黑发疹的痛 殉职消防队员 曾同源的妈妈赶到医院 眼泪停不下来 一声声的呼喊 让人稳之彼酸 六名殉职消防队员家属陆续赶到 一场火灾 六个家庭随之破碎 殉职的消防人员都非常年轻 全都不到30岁 26岁的陈凤翔 22岁的陈燕明 还有21岁的蔡长荣 他们三个都来自永安分队 来自观音分队的张贵张 也才22岁 另外新屋分队的曾崇仁27岁 年纪最大的草榻分队 谢君杰也才29岁 当中唯一结婚的陈凤翔 脸书上都是老婆和小孩的照片 上个月底 他老婆才生了第二胎 小儿子都还没满月 老家邻居听到噩耗 也忍不住悲伤 另外22岁的陈燕明 分发到永安分队才不到三个月 相片中志气未脱 看起来就像个大男孩 相当于大学才刚毕业的年纪 他们已经当起打火兄弟 在火场里英勇救灾 1月19号消防节刚过 桃园这场大火一次带走了六名年轻的打火弟兄 虽然桃园市政府宣布 罹难消防队员每位有1900万元的抚恤金 但再多钱也弥补不了家属心中的痛 记者桃园综合报道 保龄球馆发生火警 由于大部分都是铁皮建筑 在闷烧之下火事往往是一发不可收拾 而回顾以往最严重的是民国81年 中和自强保龄球馆大火 三层楼的铁皮建筑闷烧了一夜 造成20人死亡 81年5月11号凌晨2点30分 中和的自强保龄球馆发生大火 虽然从外观看火势不大 但现场温度相当高 三层楼的铁皮建筑却不断闷烧 民国81年中和自强保龄球馆 烟烧了5个多小时 火势才得以控制 但高温让铁皮屋钢架整个塌陷 20人逃不出来命丧火窟 被发现时都已经是一具具胶尸 指纹啊面帽啊衣服啊 都烧得已经就是不能被认 根据了解保龄球馆登记的是保龄球买卖 业者却违法经营保龄球馆 一把大火炎酿成近20年来 大台北地区死伤最严重的火警 但保龄球馆火警也不止一起 民国83年桃园龟山超群保龄球场发生大火 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控制火势 没有人员伤亡 但损失超过1亿元 民国92年 台中一间废弃保龄球场 因为流浪汉用火不慎引发大火 一共出动200多人救火 只是为什么每次保龄球馆都会烧得这么夸张 因为这些保龄球馆全部都是铁皮建筑 一旦发生大火火被包在铁皮内闷烧 温度极高 不只难以靠近也容易有坍塌危机 也让火烧保龄球馆的汉士一再重演悲剧 记者综合报道 情综感疫情大爆发 针对农委会表示病毒是候鸟带来的说法 动物社会研究会今天出面批评 他们认为现在农委会只公布了病毒八段基因的其中两段 根本没有办法判定 所以不该随便推轨候鸟 而有学者则是认为 去年验出的机枝有H9N2的抗体 由于这个病毒没有在台湾出现过 不排除农民施打非法疫苗的可能 禽流感疫情人在扩大中 目前一场养情场增加到306场 确诊270场 尽管农委会一直强调病毒是候鸟带来的 但动物社会研究会质疑 病毒的八段基因农委会只公布两段 其他六段不公开 根本无法确认病毒从哪来 限跌段推给候鸟太武断 常年研究病毒的台大公卫系教授 金传纯指出 现在连中国大陆都公布病毒八段基因 这是国际趋势 台湾不公布对不起国际社会 而他指出 去年他在北部屠宰场的机枝血清中 验出H9N2抗体阳性 抗体例价是一般值30倍 但结果告诉农委会反而被要求停止研究 他认为这病毒从来没在台湾出现过 不能排除施打非法疫苗的可能性 我可以告诉你 我做流行病学家我已经吓坏了 我不认为他们要隐秘 可是我认为他们没有怎么样去讨论解决方案 金传纯教授强调 施打疫苗容易让病毒本土化跟变异 他认为不能随便使用 他也表示自己多年来呼吁农委会 应该加强国内的侦测系统 但眼见病毒不断变异 政府都没回应 金传神圣鬼应该严密侦测养情厂异常变化 透过网路系统掌握最新疫情 才有可能创造防疫先机 间接挑战了政府自认提前部署的说法 记者有你们张子佳台北报道 面对外界质疑农委会今天公布在高雄 写定失地验出候鸟粪便有H7N9的病毒 不过强调病毒株跟中国情传人的H7N9不同 请民众不要恐慌 至于病毒有没有可能来自于非法疫苗 农委会将会持续的追查 外界质疑禽流感病毒不应该推给候鸟 但农委会连续两天公布 野鸟确实检出病毒 20号证实屏东长治有东科野晴 验出高病原的H5 而高雄决定失地牙科候鸟粪便 有H5N7低病原性病毒 不过这株不像中国大陆的毒株 对人有三成的高致死率 不是中国大陆的这一株会感染人的H7N9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比较放心 面对台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金传春 研究报告指出 验出肌脂血轻有H9N2抗体 虚伪所所长蔡向龙指出 当时有再去测 但结果大不相同 我们对那篇报告的H9N2的 那么高的阳性率深表怀疑 并没有发现有像他那样 那么高的这个所谓的阳性率 不过农委会坦言 至今还没有抓到农民施打非法疫苗 但呼吁农民不要乱打 害人害己 非法的疫苗不仅没有保护的效果 还可能把新的病毒带进来 不仅害了自己 也害了全台湾的这个产业 尽管外界执疑H5N8病毒 可能是非法疫苗重组产生 但虚伪所强调 这个H5在台湾没有出现过 再怎么变异 也不可能变异出一整段 完全不一样的 人相信候鸟带进病毒的可能性最大 记者里面张子佳 蒋龙翔 台北报道 台中市托育补助 现在要扩大到6岁以下都可以补助 未来台中市6岁以下的儿童 如果给保姆托育 每个月可以领取2000到3000元的补助 而家中有2岁以上上幼儿园 或者是托婴中心的儿童 则是公托免费 私立的话 每年补助3万块钱 估计将有4万3000多名的儿童受贿 小朋友和妈妈玩得相当开心 虽然每个月要支出不少育儿费用 但看他们天真的笑容 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现在台中市对于托育补助 推出新政策 将减轻民众在托育上的负担 林佳龙要落实竞选政见 0到6岁托育一条龙 将前朝的0到2岁托育补助 扩大到6岁以下 估计一年将编列11亿预算 但之前他认为财政无法附和 现在钱要从哪里来 那最主要是有一些其他我们认为说 过去比较浮边的预算 我们经过检讨之后 其实是可以追减 就是不用花那么多 但是在社会福利这块我们要追加 林佳龙表示 针对居家托育补助 也就是给保姆托育 未来0到6岁 每个月都可领取2000到3000元的补助 而针对机构式托育 包括幼儿园托育中心 中央原本针对5岁以上 公托免费 施托每年3万的补助 台中市府准备将年纪向下延伸 两岁以上的幼童将比照中央的补助 我觉得这个政策不错啊 对我们这样子生小孩子的 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个帮 就是可以帮忙这样子 他的金额太低 因为保姆大概12000到18000嘛 对啊 现在补助太少了 所以倒不如我们自己带 对于台中市新的托育补助 有人支持 也有人认为补助太低 没有实质意义 不过根据市政府的统计 若今年7月预算通过 开始实施 将会有4万3000多名幼童受惠 记者 球时辈彭万群台中报道 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 已经两个礼拜了 今天呢 他再度外出 儿子陪同到台南麻豆的新楼医院就医 挂的就是女婿赵建民的门诊 运方表示呢 陈水扁有退化性的关节炎 还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所以赵建民是骨科医师 所以才找他检查治疗 戴着口罩坐轮椅进到医院 保外就医才满两周 前总统陈水扁再度由儿子陈志忠陪同就医 这回试到台南麻豆的新楼医院 看的是自己女婿赵建民的门诊 因为6年没回台南 现场相亲和媒体立刻将他团团围住 面对媒体问话 陈水扁依然不发抑郁 只用手比了一下自己 原来陈水扁是因为右肩酸痛来看病 进入诊间以后 赵建民安排他做核磁共振等检查 确认在右肩和两膝有退化性关节炎 右肩以及两个膝盖的退化性关节炎 以及骨质失松症 那关于这两方面 在右肩的部分 已经给予药物的制射的治疗 院方表示已经为陈水扁打针治疗 也开出慢性处方签 先给三个月药物 未来还要配合附件追踪治疗 而这也是陈水扁保外就医以后 第三次到医院接受门诊治疗 新多医院除了由院长一路陪同 并没有特别礼遇 还按一般门诊挂号 也因此引起一阵骚动 记者谈谈报道 前旅日棒球名将陈大峰 18号晚间因为急性白血病 病逝在日本的鸣鼓屋 享年51岁 而消息一传出 令棒球界跟球迷相当不舍 九局下板神武汉中日龙 4比4平手 两人出局 陈大峰站上打击区 以偶像王真志的 金鸡独立打法逆转战局 陈大峰这支1999年 板神与中日总冠军 第五战的再见拳雷打 令球迷印象深刻 而他旅日14年成绩亮眼 1994年38支拳雷打 107分打点 成为中央联盟双冠王 到目前还没有台湾球员 达成这个成就 他还是认为 棒球是需要练习的 不管你的条件如何 那练习是骗不了人的 他需要大量的练习 练习会反映到你的成绩 2001年 第34届世界杯棒球赛 在台湾举行 当时中职因假球受创 气氛低迷 但陈大峰返台担任队长 带领新生代球员 拿下第三名 让球迷重拾棒球热情 隔年陈大峰隐退 担任球探 陈文英就是透过他 牵线进入中日龙 同时他也在明谷屋 开了一家餐厅 但09年陈大峰 被诊断出急性白血病 身体不太好 去年有球迷发起募款活动 他特别录制影片 谢谢大家 我不会放弃 希望 我会自豪 然后 有空回台湾 教一些小朋友打球 壮硕体型变得消瘦 讲话也有些吃力 陈大峰让球迷心疼 而18号晚间传来病逝消息 棒球界仍是不舍说 虽然有了心理准备 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接下来 郭俊玲台北报道 世界棒雷总会呢 规划的第一届世界棒球 12强赛 今年将由台湾 还有日本共同举办 预赛跟8强 在台湾开打 而前四强还有决赛 则是在东京巨蛋 今年11月9号到21号 台湾球迷将再次以主场之姿 享受棒球带来的感动 因为首届世界棒球12强赛 预赛及8强赛将在台中 抖六与台北开打 以棒雷球重返2020年 东京奥运为首要目标 国际棒雷总会决定 四强赛和决赛将在东京巨蛋举行 面对日本韩国表态 将派全职棒球员应战 体育署说要组一支最强的中华队 而所谓最强就得征召中职球员 到时该由中职 还是棒鞋主导组训 又是难题 在新任会长上任后 我们应该会主动找个时间 去拜会他 来主动提这一个 如何来筹组中华队的问题 能够有合作共事的一个平台 要先组成 所以我们当务之急 我们马上在二月 就会先召开一次的一个会议 针对这一次的主训 各施其职 为了国际赛主训 棒鞋与中职过去曾有不愉快 体育署喊话 世界十二强水准之高 棒鞋和中职应全力合作 二月十号就要开会讨论 希望以此作为和解的契机 记者小慧 郭俊玲台北报导 前不久呢 电影《太平伦》的上映呢 让不少国人开始认识到 这段曾经真实发生在历史上的时代悲剧 不过呢 在故事背后 很多人可能都不晓得 当年呢 零难者的家属 不止没有办法抚平心中的伤痛 如今呢 更因为纪念碑 被划归在军方营区的内部 让他们没有办法 好好追思自己的亲人 电影《太平伦》的七美爱情故事 让不少观众红了眼眶 但这段发生在1949年的大时代苦难悲剧 并没有因为事隔66年而画下句点 想到我的父亲 我真是非常难过 每逢1月27号传难失事的日子 不少家属都前往基隆港边的遇难纪念碑 姚记当年因为国共内战 而从上海搭船逃难 却因为途中遇上船难 而无法在基隆上岸的亲人 但是自从纪念碑被划入海军军营 现在连想要缅怀亲人 这样简单的事情 也都变得困难重重 想去击败阿公都要写公文 等军方公文批了下来才能进去 而且还有时间的限制 感觉真像是去监牢探监 后来被围起来 我们每年1月27号要去 一定要申请 为什么 难道我们的家属们 我们要提出像228这样抗争 才能够达到我们的心愿吗 家属多年来四处奔走 却不断碰壁 立委决定出面声援 要求行政院正视家属的诉求 希望重建并重迁 太平伦事件国家纪念碑 这不是单一族群的历史记忆 它是台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所有人共同的历史记忆 郑立军也希望1月27号 太平伦晨末日当天 未来可以比照228 也定为国定纪念日 借此唤醒国人对历史的重视与回忆 记者李卫传朋友组台北报道 大家晚安 今天全台湾各地天气最稳定的地方 就在北部地区 不但看到阳光 而且天气比昨天来到暖和 但其他地方因为云比较多 又有短暂降雨的现象 相对而言温度和昨天类似 之所以有这样的天气 是因为在菲律宾东方有个低气压 目前这低气压的云气 向北移动而造成的 但预估未来这低气压会逐渐离开 所以明天开始 我们逐渐不会受它影响 但渐渐的北方系统会影响我们的天气 北方有个高气压 在明天逐渐南下 会带来寒流影响我们的天气 明天受到寒流影响 在上午的时候 北部和东道部地区 甚至中南部的山区 云量会比较多 有一些短暂降雨的情况 不过这波寒流带来是比较干的空气 所以像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 在明天中午以后 降雨的情况就会缓和很多 但是由于寒流南下 所以明天各地的天气越晚会越冷 尤其是北部地区 首先受到寒流影响 所以北部地区明天的高温 会比今天来的低 会比今天低了三四度左右 只有十八十九度 其他各地的高温 虽然比今天暖和一点 但其他各地的天气也是越晚会越冷 我们提醒大家 这波寒流会从明天一直影响到星期五 这个星期四夜里到星期五清晨 是这波寒流最冷的时候 也提醒大家明天越晚越冷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添加衣物 明天下班下课回家的温度 会比早上出发的时候来得冷哦 以上资料是由中央相局提供 好 所以说呢 入冬以来最强寒流明天报到了 明天下半天开始气温会开始下降 而且是越晚越冷 中目以北的低温下探八度 继续来看明天各地的详细气温 北部地区多云短暂的情形 最低温13度 最高温18度 中部地区最低温15度 最高温22度 南部地区最低温16度 最高温25度 中部地区下雨的机会也是比较高的 最低温15度 最高温22度 外岛地区最低温10度 最高温19度 今天现在最后呢 带你去看一看美国的牛仔滑雪赛 感谢您今晚的收看 我是洪惠竹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见 全世界最大BOT案 高铁冰林破产危机 意愿风沙财改案 合同部长下台 高铁地区下线问题难解 已经8个车站的高铁 还要再盖4座车站 造证 好了8名的高铁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真的要政府接管全民买单 才能抢救高铁吗 公司新闻深入追踪 2月号起 请锁店公司 到全民买点高铁 特别报道 桃园保龄球馆大伙 六名锦销不幸殉职 各界哀悼不舍致敬 一再发生救灾的悲剧 消防人员的设备跟人力 为何始终无法补足 柯文哲全面检讨台北市BOT案 为什么原本计划 要兴建体育馆 停车场 转运站或是文创中心 结果竟然都变成了商场 百货公司 甚至是企业的营运总部 是政府勾结放水纵容 还是财团合法合理的利润 今晚8点有话好说 深入分析 有达到商业登记 规模以上的厂商 整个加起来 就有3万多家 3万多家的厂商 那相对于我们现在的人力 当然只有39位 从过去的毒奶粉的 三聚氢胺 硕化剂 甚至后来的这个毒电粉 甚至到现在的这个毒豆干 都是以添加一些非法的成分 到食品里面 1月21号周三晚间10点 公共电视独立特派员 食安修修碑 老公义气摆前头 只爱朋友不爱我 先生有常跟朋友出去吗 他都是陪他朋友 接到朋友的电话 就跑去找朋友了 朋友都要找你吗 他就要找你